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 在這個版本變得特別強勢的法師 柯里希 那如果有新玩家不知道的話呢 柯里希可是從一開始 最原始最原始的超級OG 以前的T0法師喔 只不過呢 在之後有圖倫羅爾的推出 官方呢為了讓人家玩圖倫馬羅爾 所以稍微把柯里希削弱了點 那我們順便解釋一下片頭的操作片段喔 有一幕呢我們 插入一個海賊王的動畫 那個意思呢 其實是劍蚊蛇霸氣 就是呢我們可以 遇見到敵方奎倫的位置 有點像預知未來的意思 如果你玩沒有位置的法師呢 你能夠預判到敵方隱形角色 比如奎倫 蝙蝠俠這些英雄的位置呢 那你基本上單排上S 已經不是問題 柯里希這英雄呢看似簡單 但其實呢還是有點學問的 算是一個容易上手 但是呢如果要玩得近的話 還是可以花點功夫 那我們推薦的魔紋呢 核心也是神聖守護 其他的小魔紋呢 全部帶攻擊魔攻的這方面 右上角是我們建議的出裝以及奧義 注意到我們的出裝有個特點喔 我們沒有買大法球 也沒有買小法球 這樣子呢是為了更快買出爆裂法杖 前期的錢呢我基本上 全部都來買三百塊的書本 如果能夠更早買出爆裂法杖呢 還是有很大的優勢的 畢竟呢小法球也要六百塊 那麼多 喔 基尼 敵方用死的有點快喔 不然用的錢就是我的囉 嗯 我們的魔紋路隊友呢 回到線上小兵留給他們 OK 奎倫沒有壞壞喔 沒有人在偷吃魔龍 先回中路站起來發育一下 敵方的法師呢還沒啟成呢 他就有點慢 克里希一技能呢消耗一個小方法 就是利用一技能的尾段 這樣子能夠確保命中兩次 傷害最大化 而且呢克里希的一技能算是好瞄喔 如果之後有個叫幹將莫耶的英雄呢 來到台服 他的瞄準會更難一點 但是呢我們克里希雖然瞄準比較容易 可是我們的傷害是完全不輸的喔 克里希的台服又有魔紋的關係 我們的輸出大幅提升 因此呢我們只要 要盡早買出爆裂法杖 搭配一個魔穿鞋 就會秒天秒地秒空氣 魔穿鞋還是冷卻鞋呢其實隨你喜歡喔 我個人覺得都可以 當然呢瞬移跟 急走也是都可以喔 看你喜歡哪一個 有些人覺得呢 克里希帶上急走 別人追不到特別爽 也有些人覺得呢另外一拍 克里希只要開大 或者我們技能命中呢 就會增加跑速 瞬移讓我們一個 瞬間接近敵方秒人的機會 或者一個瞬間反打的機會 這邊來到進場 先秒到敵方的刺客 又先擊殺輸出 然後大招流星追死的敵方的 馬洛斯 普攻殺敵方的勇 那看到呢我們普攻也挺好用的吧 千萬不要忘了普攻喔 這波下路呢 直接賺三個人頭 我們變成呢7比4的戰績 特別舒服 我們的呂布亞上路呢 勾得也很舒服喔 他把我們中路兵線洗乾淨喔 很大的一筆錢喔 待會可以還我們喔 不然要跟你算利息 但因為這一場呢 我們前期就有這麼多人頭 那就 暫且不跟你計較 這邊就個小細節 我們一開始預判到呢 敵方會過來使用技能清兵 他們的阿萊斯特 所以我們開大加速過去 直接擊飛 OK 這波奎德我們看到了喔 發信號讓隊友來 趕緊過來吧 瑟菲斯 OK 快要到的時候 一個擊飛 不要給他反應時間 我們的擊飛加上 瑟菲斯的擊飛 順利擊殺 那上面有一個艾衛 對我們其實可以幫忙喔 但我覺得把兵線推進去 比較重要 我們隊友二打一呢 竟然還被艾瑞帶走一隻 我有點覺得呢 這個瑟菲斯嫌疑有點大喔 感覺就是瑟菲斯殺了這個呂布的喔 艾瑞用大招咬著他 OK繼續刷兵 基本上兩個一技能呢 搭配一點普攻 或者我們的小兵 就可以清掉整個兵線喔 快速清兵去支援才是傷傷之策 清兵同時呢我們一技能也盡量瞄準 他們的法師 可能看到我了 一技能命中加速 這邊我們打算過去幫忙 唉唷我的 我的天 唉唷我們剛剛竟然卡了個牆 但幸好呢 至少收到敵方的勇 那法師他們的射手有死呢 就算了吧 我們這波跑線呢也算值得 而且呢 心咬他們的阿萊也過來了 如果阿萊沒有過來呢 退我的中路兵 我們可能會很虧喔 那看到這邊呢 大家也可以反向思考 知道該怎麼做了吧 如果呢 支援速度趕不上敵方的話 就退他們的兵 甚至退他們的塔 那樣才是正確的選擇 這裡呢我們沒買小法球 所以一個小缺點呢 在前期出來了 那就是我們魔力有點不太夠 但其實問題沒那麼大喔 我們只要回家把魔力補好 那就夠了 這波抓得不錯 這個擊飛 先帶走敵方了唷 又賺了一筆錢 但有沒有覺得跑線相當好 那我們跟著這個跨客 看他們能再勾一次 OK 沒勾中單沒關係 已經鑽夠了喔 還有一座下路防禦塔 趕緊用我們的小翅膀 飄回去這個中路 笑一下敵方阿萊 有射中就特別舒服 阿萊這個脆皮呢 他撐不了我們幾下一技能喔 而且呢他也沒有回復能力 右邊注意到一個沃瑪爾大叔 沃瑪爾大叔 我們要小心一點喔 他是一個很難搞的東西 好可惜喔 我們這邊跨客購得有點準 他不要那麼準呢 沃瑪爾大叔就是我的人頭了 OK一兵帶了敵方奎倫 擊飛 輸出不太夠喔 但是敵方已經打了兩個 那就有賺 前期我們貢獻了十個擊殺參與喔 這邊購得不錯喔 補個二一 再添一個人頭 一技能 敵方勇剛是滿血的喔 現在已經剩下一半血 還觸發了他的魔紋 再來一個一技 OK他這麼殘還不回家 大招順上去 帶走 那注意到我們的傷害有多可怕了吧 前面只買爆裂法杖 上一秒呢他們是滿血的喔 下一秒呢把他們的血量全都填空 全都清空才對 一邊拉開一邊丟技能 還能夠加速 沃瑪爾真的是一個很煩的存在喔 差點把門敲死了喔 我覺得沃瑪爾呢 可能還會改強一次喔 如果改成像陸服一樣呢 那就好玩喔 一個二技能錘子呢 說不定就秒刃 這邊我們的裝備買得不錯喔 接下來呢我們會先買綠樹 生命法杖借綠樹 最後呢才把小面具改成混沌法杖 好想吃敵方的藍喔 我們這邊就缺一個藍 由於沒買小法杞有關係喔 特別缺魔 這邊看到實際不錯喔 用大招把該收的都收掉 一邊拉到敵方的沃瑪爾 技能力卻並不會很久 OK追上去 哇喔他們的艾未 剛不死掉了嗎 是什麼武術喔 那沒關係再補個一技能 再送他回家 再拿一百四十塊 最可人的位置 OK擊飛 被我們擊飛呢就別想火了 帶走 最後人頭是 OK是我們的 我們的普攻已經我們賺了兩個人頭了 不知不覺呢 我們已經拿到了十九個擊殺差女 有沒有覺得這版的 可以吸特別強勢 大家呢還有覺得什麼舊英雄 最近很強勢得歡迎留言 我們最近可能可以先派這些喔 如果反應不錯的話 二技能擊飛的不錯 再帶走渥瑪 這隊友們要記得先點塔 可惜呢這一波射手都沒點什麼塔 等艾未的技能沒了之後呢 再把他擊殺 稍微一點點冷卻 差不多該撤退了 可惜呢奎倫還是帶走了我們的克里希喔 先秒了敵方的射手 魔力有點不夠喔 這邊奎倫實在很夠引人喔 我們如果大招可以夢 喔慢了一秒喔被他制裁掉了 那就算了吧 暫且清個兵 我們魔力已經乾了 回去要補個魔 奎倫應該剛要來了 OK 狗藍來了 基本上呢奎倫的動向還是很好拆的喔 舉例來說呢剛剛敵方清完呢 下半部的野區 他們只能吃下半部的兵線喔 都吃完之後呢只能往中路靠 就是這麼簡單 團戰中呢 會玩的奎倫通常都會最後進場喔 那我們就要更有耐心 二技能留著等他進場 他趕進場我們就丟他 其實我們也不是不做事喔 用一技能來砸敵方 像這樣子砸掛了敵方的渦瑪 他們倫永加了一個瞬移 活了下來 中路兵必須清一清喔 而夸克攔著了這個炮車 不然我們想要一起清呢 可惜了這波呢 我們緊實掉了 我們很需要緊來推塔喔 沒有射手能製作塔 感覺是退不太掉的 試看有沒有機會 OK抓到一隻艾衛 往後拉一點注意奎倫的位置 OK奎倫也帶走了 最後剩下沃瑪跟阿萊斯特 阿萊斯特目前不是很好喔 如果我們可以給他一二技能呢 應該是有機會把他帶走的 兵線進來 我的天 剛好被他暈在塔下 我太難了 待會再找他們報仇 沃瑪有點壞欸 他越後期越硬喔 我們不好拿他怎樣 只能夠遠遠地丟蝴蝶 那看奎倫趕快過來喔 他安過來 擊飛大招他就差不多了 不要急著交一技能喔 那這邊菫呢觀察不夠仔細阿 我們剛已經看到沃瑪進這個槽了 如果有魚硬的話呢 還能夠救他一層 OK等一等二技能冷卻喔 一技能砸中他們的奎倫 奎倫要掛 冷卻好像在砸個一技能 怎麼都死不了喔他們 沒關係追上去 這邊他們沒技能了吧 先帶著沃瑪跟上 等一等一技能冷卻 OK這波 我的天 阿萊有點煩人喔 但是呢阿萊是一個很被動的英雄 他只能夠防守喔煩人喔 這樣而已 先不管他喔 待會把他殺了就好了 反個藍 OK有藍就是束縛 這邊我們還是要等隊友來才能夠推塔的阿 這般克里希玩起來呢特別爽快喔 不過像以前這樣 一技能差一點 清不了小兵 那種窘況 確定草叢沒人蹲著 這個是習慣性喔 也是確保萬無一失 拿個凱撒 三路兵線也別忘記推 這時候中路再打起來 好吧我們先去中路幫忙 敵方目前中路發現三個人 奎倫在上 好可惜喔 人群中砸個一技能 舒服 那被阿萊關的門呢 進不來 注意這邊 二技能 秒 OK 刺客被我們二技能擊飛呢 也被想活了 帶走 這邊上路兵線不是很好 那我們從中路進攻 夸克做的不錯喔 抓到一隻 艾瑞 那我又有分殺死 這邊呢群中丟個一技能 相當舒服 敵方掛的差不多 主要輸出都死掉了 剩下艾瑞跟阿萊 哇 艾瑞跟阿萊也是兩隻 超級壓制英雄 不管你有霸體還是有什麼 都能把你控住喔 感覺這一場呢 我們的近戰英雄很可憐喔 幸好有我們這個遠程大炮 不管是開戰前的消耗戰呢 破殼 還是打架中的高爆發 遊戲的敵方 站著不動的時候呢 我們才能夠盡情的輸出 最後呢主堡比阿萊先掛喔 不然的話我們可以再添一顆人頭 以上呢是帶來的 超級OG法師 克里希的實戰解說 這一場我們打了44%輸出 這台正式服呢 能夠打出這樣已經相當不錯了喔 我的前幾部影片呢 體驗服務也有打出 超過50%的輸出 如果大家有興趣呢 歡迎去看看 最後呢感謝大家收看喔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呢 歡迎大家訂閱打開鈴鐺 也可以分享給你喜歡玩 重路 喜歡克里希的朋友們 最後我是尚恩 我們下部影片見喔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喔 按讚 特別欣賞 我們下部影片見喔 看來看 我們下部影片見庭